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 我今天要來做一個快速的開箱 就是很明顯的你們能看到 這個美麗的袋子在我旁邊 所以這就是我的第一個Chanel的包包 那我們就來看裡面到底裝了什麼東西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我覺得這個包包超漂亮的 每個女生夢寐以求的包 先給你們看一下外面的包裝 就是它包裝很精緻 就是很典雅 對 然後很多人都會拿這個來綁頭髮欸 在後面綁公主頭 然後就會綁上這個斷袋 漂亮 再來就是這個美麗的盒子 然後上面有他們經典的山茶花 然後就是黑白的配色 很典雅優美 來 好囉 那我要來開囉 好緊張喔 我的天啊 而且我一直就是 我一直忍住不開 就是要為了錄這個開箱給大家看 然後就是想說要錄這個影片和大家一起 和我一起開箱 好 好我要開囉 天啊 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還有這個 等我一下我把它調低一點 天啊 天啊 要拆的很小心一點 它包的很多層 然後裡面有這個 附上一個防塵袋 還有一個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 應該是擦拭部吧 我也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你看這 在這裡 再來重點來了 就是這個包包 很小喔 超漂亮的 是不是超美的 這就是他們的經典款 然後它這個是有點 它不是銀 它不是銀 它是有點就是 是金色 但是是淡淡的金色 沒有是很亮的那種金色 超漂亮的 然後這個鏈條 給你們看 給你們看 它那個 我選這個包 是因為它裡面裝的東西 比較多 然後我背起來就是 它的長度是剛好 比較適合我的身高 所以我就是選這個 給你們近看它的細節 我選的是荔枝皮 不是羊皮 羊皮是看起來又更美 更高貴 但是因為羊皮 比較容易受傷 就是 你可能背包的時候 都要比較小心 因為 畢竟這個包不便宜 如果你刮到的話 你那個心會還蠻痛的 就是 對於我來說 所以我就是選荔枝皮 對 然後它後面還有一個 小袋子 可以裝一些卡 或者是 嗯 鈔票之類的 對 天啊 然後它這裡還有一個 可以放一些卡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 拉鍊 然後它會 每個包都會附贈這個 authentic card 就是 證明這個包是真的 超美的 這個 我第一次進那個 Chanel店的時候 就是 嗯 它沒有這一款 它只有 我會放照片在這邊 它只有 Wale Young Channel 還有一個是 Mini Square的包 就是我會放在這邊 然後那時候就在Instagram 問大家 哪個包比較好看 結果還蠻多人跟我說 就是那個 Square的mini bag 比較好看 但是最後 因為就是 他們 Square的mini bag 是只有羊皮 對 那他們羊皮就是 我有問店員 就是羊皮是比較容易 比較 脆弱的 皮質 就是跟荔枝皮 比起來的話 對就是比較容易 刮傷 我又不是一個非常小心人 如果我刮傷的話 我會覺得非常心痛 我是先選了Wale Young Channel 然後我走出店裡 就是逛逛 吃個飯 想一想 就發現 我的心還是在那個 Mini Square的身上 所以呢 後來我又進店裡了 結果發現 就是 他們又進了金的一些包包 然後就有這一款 就是 是那個 長方型的 Mini rectangular的 荔枝皮的包包 對 所以呢 我又試背這個包包 我就發現 嗯 而且我覺得 他的形狀又比那個 Mini Square的 還要來得更 漂亮 對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然後 背給你們看 他的樣子 你看他的長度 然後 現在就是我背起來的長度 就是我覺得他沒有到太長 因為Wale Young Channel的長度 就是對我來說有點太長 因為我不是很高 我是159公分 對 然後 Mini Square還有Mini Rectangular的包包 是比較適合我的身高的 就是背起來比較 比較可愛 比較 就是長度比較適合我的身高 對 所以 這就是我的 第一個 Shanel Bag 那我們今天的包包開箱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